干嘛呢 不 你听我说 干啥呢 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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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坐下 坐下 干啥呢 对不起 英波大大幽默 对不起 英波大大幽默 暂时无人接听 唯 喂 刀的公子 我九影 球影可图上来的 怎么样 给我一个一雪前尺的机会吗 好 好 那我们老的地方见 拜拜 没抬球桌了 丹强 要不换一家吧 我找个位置 你去拿酒 来一瓶百负十五 二十号桌 先生 我给你们的酒 谢谢啊 你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对不起 赵总 都是我犯的错 对不起 我一定会弥补的 为什么把别人的错强加在自己身上 关键时候你就不长嘴为自己身边影响了 你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我们到外面谈谈 丹强 放开我 赵总 赵总 你放开我 赵总 是我给你们造成损失 我一定会赔偿的 对不起 你要赔偿 你为什么要赔偿 你相信我真的可以的 对不起 赵总 你快放手吧 干嘛呢 不 你听我说 你 别打了 别打了 别动手 坐下 干嘛呢 这是我老板 老板怎么了 老板就可以欺负人 严香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告诉你 我们已经查识 发错邮件的事情 是陈磊故意想陷害你 我们也已经报警 他也被公安警官 带去立案侦查 我是来向你说对不起的 对不起 你看看你不可一世的样子 做错了事 冤枉了人 说成对不起都那么难以起始吗 我告诉你 小夏在你眼里 可能是个小草 你可以轻视他 但是我这儿 他就是会跑 谁也别要欺负他 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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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吧 我还要去 宁夏 对不起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麦威工作 我知道了 赵总 对不起啊 浩子他太冲动了 快点回去吧 挺晚的 快回去吧 走吧 等一下 来 陪我喝一杯 来 陪我喝一杯 真的 有陪我喝的 对不起 就还有对不起 真的 好 你知道我心里有她的存在 自她死去的那一刻 把我的心也带走了 再也没办法把心打开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进去 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 但桥 你应该放下过去 才能获得更圆满的自己 勇敢点 重新开始 我相信 徐洛在天堂 也会微笑地祝愿你幸福 老板 哪杯咖啡 多少钱 十元 来 十块 喝点咖啡 谢谢 拜拜 拜拜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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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 你又没做错什么 是那个贱人最有应得 我跟你说 我是最讨厌那种欺负咱女人的男人 怎么会觉得是 老板请你们来上班 不是请你们来闲聊的 老板 我们没有聊八卦 也没有挖别人隐私 我们再讨论工作 谢谢 祝贺冯先生 这次的珠宝秀非常吸引非常成功 以往的珠宝秀都是以名模为主体 称呼了珠宝的奢华与华丽 这次你们公司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爱德华珠宝是第一次在大陆举办珠宝秀 所以我们当然要另辟蹊径 来表示我们对这个市场的重视 这次珠宝秀那么成功 我首先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刘兰智刘董事长 刘董事长请您谈谈此次珠宝秀的主题创意 我们这次是请出了我们最优秀的创意团队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从一个全新的理念 去诠释了爱德华珠宝 王总 你好 刘小姐 我非常感谢 这次发布会相当成功 不过南桥国际的企划部 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大财小用 我马上要成立一个新的管理公司 我期待你一下吧 刘总 您太可爱了 不用急着回答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好 各位同仁 首先 莫过我们此次珠宝秀圆满成功 这个月我们企划部奖金提高20% 你们董事长还特别表扬了我们启发二组 董事长将拿出 董事长基金对二组进行额外加奖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发给我一笔很可观的奖金 有空吗 我请你吃鹅肝大餐 红小豆什么时候变得奢化起来了 鹅肝 不是砂锅或者烤串吗 等我出差回来我请你 最近有什么八卦可不可以想想看 看他一天包个脸 其实就是 每天包个脸干对啊谁知道 老板 这是什么呀 我最讨厌廉价的打包盒 有害健康 对了 明天和我一起出差 你准备准备 这个赵霸屁 每天早上吃我早餐不说人谢谢 哎 这么多饭盒啊 还让我每天早做早餐给他吃吗 啊 完蛋了 哦 你是去做业务考察又不是去做背包客 就不能换个包吗 哎 你不觉得那包跟我特配吗 嗯 小老板 屁 下次 下次骂老板的时候声音记得轻一点 师傅 开车 评价一家旅舍如何 不能看总体两句 要从细节入手 越细越好 最好划分为几十个点 然后分别去打分 不要按照平分高低进行分类 而要按照类型分类 适合高端客户的 适合中老年的等等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评价标准 但我这次想看看 你都会从哪些地方入手 还有你和吕舍负责人接下的时候 你的姿态不能放得太低 因为你不是在求合作的商务 哦 赵总 你要喝果汁还是可乐 可乐吧 好 好 好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啊 莫是无聊 那也比你抄书强 你读书的时候 背过不少名篇名著唐诗诵词吧 现在也没有变成文豪 没有成为文豪而多人了 再说了 背点诗词 还可以讨厌秦操 现在电视剧里面 有点诗词 党似都不一样 哎呀到现在我还记得 《寒珠格乐》里面那句 山无冷天地寒来干与君君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冷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下雨雪 天地和乃敢与君君君 天哪 树洞先生回来了 你不是那个讨厌的赵丹桥 那么开朗感性 又有孩子气 你就是树洞先生 你就是树洞先生 想什么这么出神 难道为我的文采吓到了 是是是 多才多艺 赵大参丝 你抄了什么 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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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一下 我就看 我的衬衣 不就是一些衬衣吗 我赔给你 我才不要呢 你给我喜欢你 你真的是 你也不能够 在小天 在小天 我真的可恶 这种烈子 你这种烈子 你还没见过 我还没能够 你能够 我还没需要 你我还没并着 你 我还没想到 你好 我们是麦伟公司的 赵总 令小姐是吧 瓦总监已经给你们订好了房间 这是房卡 请收好 2046 我这个房间 2046 你为什么喜欢2046 可能因为它是偶数比较吉利吧 那我要这件 这是怎么这样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衣服给我洗了 马总监 赵总到了 小赵总啊 应该叫赵总 赵总 你好 你好 马总 你好 了不起啊 放在这兰桥国际的少当家不做 偏要去自己创业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啊 就做到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不简单哪 现在像你那么有抱负 又有能力的年轻人啊 可不多见了啊 马总 您过奖了 您才是酒店广告业的标杆人物 我早有耳闻 听说好几家国际连锁酒店管理集团 高薪挖你 你却不动心 马总这种品德才是需要晚辈学习的 过奖了 这是我的助手 马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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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好听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请 好 小王 把茶倒好 尝尝我们今年的新茶 这个啊 可是我们当地的土茶 生长在山上的 绝对是无污染 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来来 怎么样 味道不错 赵总啊 这个新茶啊 我让您准备了几份 到时候啊 麻烦你转交给刘董一份 他可是这品茶的专家呀 马总 你知道我们都是办事实的人 我就不绕弯子了 您知道我来是希望你们酒店 能在我们平台投入广告 因为我们Myway公司 是第一家适应互联网思维 和个性化时代的旅游公司 与上个季度相比呢 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营业额 提高了五个百分点 占到了市场份额的 赵总 我知道 你们现在公司的情况 和前景啊 都非常好 我在见你之前呢 我们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那您例子 但是呢 在这个谈戏的之前啊 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 您说 这个蓝交国际啊 毕竟是赵总的家族企业 我很想知道赵总为什么会 做这样一个平台 引入其他的酒店 这样不是在给自己的家族企业 唱对台的戏为敌吗 不瞒您说 这个问题刘董事长也问过我 甚至后翻了脸 可我总觉得未来的世界是个性化的 网络化的 移动化的 我们抢占先机建立平台 整合资源做特色化的服务 也是让包括蓝桥在内的酒店 从中受益 我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蓝桥 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 这就要靠广告投放了 这年轻人就是有朝气 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 经我们的研究啊 我们初步决定 就在你们的平台上做一年的广告 谢谢马总 赵总啊 您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呢 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我们在你的平台上 投放一年的广告 我想你们的APP上啊 要付证给我们两个月的 软广告的植入 这样呢 来体现我们的品牌精神 怎么样 没问题 赵总啊 你也别答应得那么爽快 据我所知啊 你对这个金氏娱乐 也给出了相同的条件 我想知道赵总 如何来解决 这个重叠这两个月的 这个时间呢 嗯 马总 怎么解决问题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做到 您只管向我兴师问罪就好 好 那我就通知法务部做出准备 合得愉快 谢谢 小王 送到赵总 赵总请 好 谢谢 好 再见 Lucy 给我接广告部的Rick Rick 你们开始准备 启动我之前那个策划方案 出一个专题 明星最矮光临的酒店 把最近力捧的那位明星 请到瑞宏的酒店开慈善网会 延伸做一个专题特别报道一下 酒店那那个吴边泳池是明星派对 情侣约会必去的地点 嗯 好的 哎 你就用这样的方法 来平衡两家要求啊 对啊 两个陪陪商都满足了 这怎么行啊 你这不是欺骗手段吗 我骗谁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 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 合同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也 但是什么 我 我 我什么我职场第二种规则 不论任何时候到嘴边的东西 必须先吞点 如果你不想吃 那我们就走吧 你还记得第一条规则吗 记住自己的名字 我说过的话你都能记住 对了 这家店真的很有特色 头齿无鲜 你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 你也不知道我以前是干嘛的 其实你别看他店小 他呢可是有上百年的历史 在当今的社会 百年老店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这种手工小作坊 记忆全靠口口相传 到了年轻一辈恐怕就得失传了 是啊 我之前带队去台湾的时候 在一个古街里面 发现了很多手工作坊 那个时候在想 如果他们在咱们这边 能存活下来吗 嗯 还有很多客观条件 我们这里开店大多是租房 而且房租一年一年上涨 手工作坊本大力薄 如果不是自己的房产 真的很难维持下去 还有一点就是文化创业 他们呢已经把房创业 渗透到了手工业和农业里面 这是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 哦 不愧是走南闯北的小窈旗 我只是有感而发嘛 好吧 命下导游 接下来怎么办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古城呢 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背景 它包括了儒家文化 还有佛教文化 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路面呢 还有旁边那些建筑呢 都是有百年历史的 这个城外呢还有座名山 不过女圈这样嘛 还是算了吧 咱们去那边看看 好 你看那个 师傅 请刻两个名章 简直是艺术品耶 经营于方寸之内 而赏见乎毫发之蟹 沈其疏蜜变其延迟 不愧是赵大太子 厉害 这是封子凯说的 没文化真可怕 我太忙了 我哪有时间看书啊 你说得太对了 你五个小时才能做完的工作 我只用半个小时 当然有时间了 那说明我还有双身空间 世界上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高山一样的人 一种是仰望高山的人 我是前者你是后者 这个鸿沟太大了 你跨越不了的 没关系 我还可以做火箭赶过去 你不怕火箭掉下来 摔死自己 恶毒 哇 太美了 不许拍照 我要告你侵犯我的肖向纯 我跟你说 不仅这样 我还把它放在我的朋友圈里 让大家都看你江湖 你敢 就怎么样 手机在我这 干嘛 我就不给你 我的淋雨啊 不管我我 把伞给我 快 干嘛 我就不给你 快把伞给我 我就不给你 我的淋雨啊 快把伞给我 我不管 好了好了好了 别闹了 走 来 把衣服穿上 小心感冒了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衣服特别棒 防水不大 你这个太贵了 算了吧 难道在你眼里 物品比人还重要吗 只要是我习惯了吗 以前戴着都这样 而且我特别强 这个雨越来越大了 我记得前面有一家客家 咱们可以过去 太好了 那我们走吧 走 来 我的房间 谢谢 好 两个好 给我开两个房间 不好意思 本来还有两间 他们开走一间 只剩一间了 那好吧 把那一间给我们 就剩一间房了 我们两个怎么住啊 不然你想怎样 你要不愿意的话 我住在这里 你自己回城 这男女朋友还怕什么呀 二位还没吃晚饭吧 我们这里有农家菜 要不给你们安排一下 行啊 好 稍等一下啊 老板 这儿招聘啊 对 怎么 有兴趣啊 我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 树外桃园 有机会啊 我一定会来的 而且呢 我的专长就做导游 好啊 随时欢迎 我们常见找导游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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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老板面前 你还想着跳槽 你胆子太大了吧 我又不会再卖位待一辈子 而且这儿环境这么好 都适合我呀 进来看看 眼看有更好 挺好的 我已经当地消灭了 极 醉 不然好 你别乱了 就不准不准了 独特了 我能够做老板 你只能做导游 知道为什么 有钱没 本钱可以理解为资本 还可以理解为商业眼光 你过来 你看看 此河 此雨 还有这清新的空气 纯天然的氧霸 还有纯天然的绿色饰品 这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最稀缺和最向往的 如果我们把五星级的设施 搬到这里来 就能增添一块新的产品内容 所以说 你要开发这儿留住宿 这里的自然环境那么好 如果建一个现代化的星级酒店 会破坏环境 也会大傻风景 所以另辟蹊径 在这里收购或者合作 把这里的农家客栈 改造成外观与自然环境合一的民宿 必大有前途 挺好的 今天节的时候还可以再推广 不错 现在才八点都真安静 仿佛回到了日出而坐 日落而须到农钢时代 好吧 那我就当一晚农夫 我需要早点睡觉了 走了一天的路实在是太累了 你睡这张床 那我怎么办啊 还用考虑吗 当然是我睡床 你睡 你可以打地破啊 我看到那边 不是还有一床被子 一个枕头 去吧 赵批 要是不当赵扒皮 怎么能享受这么舒服的大床呢 伸伸胳膊伸伸腿都没问题 还可以滚来 滚去 吵死 烦 吵死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就给我滚出去 因为你不要回来 赵总 喝点水吧 赵总 赵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 咱们 我没事 我没事 赵总 小不 也不是 你一定会一遍 你怎么能担心 达到我 很晚才回来 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没有幼儿园 没有朋友 只有孤单地陪伴 然后他们两个没日没夜 午休止地争吵打架 终于有一天 在那个殿沈雷鸣的晚上 母亲将父亲赶出了家门 我向着窗外拼命地哭喊着 爸爸 他还是走了 那后来呢 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的样子越来越模糊 梦里已经看不清他的长相了 树冬先生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吗 因为它能让我触摸到逝去的亲人 但不会沉溺于悲伤 给我一种勇敢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树冬先生 也许你无法体会失去至亲的伤痛 我能 树冬先生 我明白了 我们都是内心寂寞的人 因为想念亲人而寂寞 走吧 啊 去哪儿 带你去个地方 喂 喂 喂 等等 等等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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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鞋 两杯香蕉 喝点什么 两杯长岛冰茶 好的 请喝点 他还在这儿 真好 看不出来你竟然爱喝这么烈的酒 看不出来吧 我以前可是旁客少 少吹牛了 罗瑞的他 外面世界很精彩 我觉得成龙在这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惨了 谁说的 我觉得精彩舞比较可怜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我之前带团的时候呢 来过这儿 我特别喜欢这儿的歌手 他能把这首歌唱得特别深入人心 确实不错 我也挺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把咱们这个地方呢 放到我们的那个工作里面 这样的话 文艺青年应该会很喜欢的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呀 因为最喜欢的地方 应该像秘密一样把她守住 以免游人太多 垫我了她的纯粹 我觉得你这想法是不对的 快乐嘛 今天分享给我们 真幼稚 小气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让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重新来祝福你而言 每趟夕阳西餐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云 我一样 等着你的归情 好 谢谢我们小马哥的精彩演唱 谢谢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件开心的事 今天呢 是我的好朋友 宁夏女士的生日 他的同伴的赵丹桥先生 今天要演唱一首《完美日》 送给我们美丽可爱的宁夏女士 不不不不 来来来 不吃了 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唱一个 来来 唱一个 大家的掌声不够热烈呀 掌声再热烈点好吗 唱一个 来一个 张丹桥 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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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a perfect day Drink a sagria in the park And then later When it's get a rock We go home Or so about this 爹 ダイ 阳 ynn 有这么好笑吗 那可不 没想到不可一世的赵总 竟然是一个阴痴 像我这种帅哥还需要唱歌吗 只要站上台就能迷倒一片 想当年在大学时候的我 行了 行了 自大狂 真的是好 还不提当年有 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 我要不说是我生日 你能上台啊 好啊 你站住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不过没关系 反正今天的酒钱呢 你报销 哦 我忘了告诉你了 公司有一项新增的财务规定 业务之外的消费 公司都一律不给报销 哈哈哈哈 你 赵巴提 你翻那笔翻死我还快 你忘了不许气死了你 不 我明天就换酒店 不跟你追起了 路上 过来还是比较辛苦的啊 好 就现在可以去 这个地方啊 这一项 一项 决定 就要 不对 干 真的 真的吗 董事长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岁月不饶人哪 原本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 就应该在家里一养天年 把产业都交给儿女来打理 自己在家里带带儿孙 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呀 你也快四十了吧 碰到对自己好的男人 赶紧把自己给嫁了 一个女人独自在外面打拼 这个日子的确不好受 董事长 电梯来了 冯静瑶最近有什么动静 她还在打宁心的主意 想挖她去爱德华新成立的 品牌管理公司 她动心了 没有 珠宝秀暂时告一个段落 宁心也就不再负责相关事务 包括生活管家 这样吧 你通知人力资源部 叫宁心来董事长办公室 你也需要一个助手 她来了之后 可以帮你分担掉一些杂务 是 董事长 先生 早上好 这是您赶洗的衣服跟账单 麻烦您签售一下 好的 稍等 谢谢 早上好 马总 是的 是的 我们下午去打球 您太客气了 好的 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吧 好的 谢谢 再见 赵总 妈 你现在的球技见长了 你又在夸我 我的秘书啊 他也会打包球 你看一下我们组个队PK一下 好啊 没问题 先休息半小时然后再开始 好的 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一会儿见 拜拜 好啊 来 早 给我 贵的啊 现学现卖啊 你能学到什么程度 还要看你的资质了 待会儿你丢人现眼 可不关我的事情 半个小时 我怎么学啊 我现在教你啊 我真的不行 早上 你看 我就 放来 放来 这是球电 站上去 七号铁 好 拿着干净 好 拿着干净 你放那么高干嘛 放低一点 放低一点 拿好了 像我这样 好 就这样了 双腿与肩同宽 调整球 不是这么握的 像这样 交叉 握紧了 好 差不多 好 好了 这边好了 好 冰净球 向前推 好吗 好 走 看到了 就这么简单 自己试试 我试一下 是 是 是这伤单的 老婆 这怎么搞的 你是别人过来杀我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快 快 别打了 这是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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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远 妈 您来了 快 里边请 老婆 老婆 咱妈来了 妈 妈 妈 快坐 快坐 妈 这大老远的 你这一来一回的 你身体吃了效果 说什么呢 你妈又没七老八十了 坐我公交车过来挺刚便的 累不着啊 妈 喝水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啊 开业啊 我必须跟我老婆生日一起开业 因为小德影楼跟小德 必须是同一天出生 是呀 小德 生日快到了啊 开业那天啊 妈 请客 去找个餐厅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 开业心情吃一顿 这叫 好事成双 好大的口气啊 妈 爸 你们来了 快坐 你一起客 再怎么说 也轮不到你了 儿子 爸 开业明天怎么安排的 老师跟妈说说呀 妈 这事儿就不用管了 我都跟我老丈母娘商量好了 一切听我老丈母娘的 什么 你没脑子啊 小德第一次过咱们家 当然是妈来操办 要不然被别人说话的 我说潘月云 你有意思吗 我这刚跟女儿和你去商量好的 你这不是陈欣来捣蛋的吗 谁捣乱呢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们商量 按相操作啊 现在啊 是讲法治社会 公平公开公正 你知道吗 我亲生女儿的生日 当然由我说了算了 以前是 现在可不是了 小德 现在是我们宁家的人 老话说啊 嫁狗随狗 嫁鸡随鸡 妈 什么狗啊鸡啊鱼啊 你哪儿动员呢 我说啊都是一家人 和和气气 大家好商好量 就是 对对对 咱们好商好量的 其实我这个生日啊 过不过无所谓的 就是开业嘛 咱们大家聚在一块儿 热闹热闹 咱图个吉利不是吗 小德啊 咱们呢不必争 小德生日小德引楼 当然小德说了算 小德 你说呢 我呀 我没什么意见 要不然就 听我老公的吧 听我的呀 要不然 等我两个姐姐来了 咱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 好不好 不行 你们家那两个丫头厉害着呢 来了肯定向着你们 今天就要定 要不然 要不然就听您的吧 你看我们小德真有眼光啊 找个这么好的女婿 关键时刻 女婿还是像着丈母娘的 俗话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 一点都没有错 臭小子 像谁呀 一点都没鼓起 像谁 像我老爸呗 臭小子 哪我开穿啊 没有没有没有 给你妈拿包啊 我愿意 爸妈 刚才我妈都说了 她听我的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吃饭的地方 咱们一块儿想 嗯 然后请客的这个钱呢 咱们就一人一半 那也行 这样就行了 谢谢行 志愿 你大姐二姐也来过吗 那个我大姐来电话了 说她最近挺忙的 可能晚晚再过来 我二姐呢 今天从外地出差回来 可能晚点过来 来 走 你还笑 赵总 这样好像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我要是圣诞老人的话 早就拿训路撞死你了 赵总 我说我不会打 你偏让我打 我怎么知道 你居然这么蠢啊 你是不是期待 这一天很久了 我让你打球 没让你打我 赵总 我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 你别这么想 不过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咱们又不用跟他们打了 把你招进公司这件事 就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您 您不是还活着吗 以后说不定 还要更后悔的事 我活不了多久了 好心教你打球去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赵总 您说什么砸不砸脚的呀 来了 谁啊 我 二姐 姐 我来看你们 可以啊 二姐 小灯 我打球回来饿死了 这么多好吃的呀 太丰盛了吧 二姐 等哪儿喝点啊 没问题 这么多好吃的 多喝几点 哈哈哈 这儿还挺像模像样的 肯定能赚大钱 姐 这不多亏你吗 又出钱又出力的 要是没你的话 我估计我们这个影楼 都不一定开得起来呢 别这么说 还得靠你们自己 谢谢 哎 又谁啊 大姐 今天怎么了 全来了 大姐 小夏 怎么这么巧 多亏我多拿了衣服吧 我掐一指一算 我大姐就来 行 行行行行 你这儿笑得不真高 我真的怎么快一个 夫妻同心 齐力断筋呢 对 叶一瓶啊 嗯 你别喝啊 还好吃大了 来 庆祝我们以往第一天开业啊 干杯 干杯 你们俩怎么样最近 特别好 自从我俩搬来以后啊 我那俩妈 是天天往这儿送菜了 那天非逼着我吃羊肉 逼着我老婆吃甲鱼 我们俩正丑呢 不吃哪个她也得罪人呢 老天爷恶似下家强 浩斯哥来了 还带俩兄弟全给吃干净了 吃完之后啊 那俩妈脸色都绿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心疼啊 你俩多幸福啊 两边的爸妈都这么疼啊 姐 你啥说搬家里住啊 你搬家里住 咱妈也能分担分担她注意力啊 姐那时候都回去啊 她现在可是住 星系大酒店的人 是啊 妈 其实我最近在想着 要不要搬回家住 因为公司把我的工作调动了 我现在帮董事长做事了 你怎么样小夏最近 我 我今天跟赵总出差回来 你们俩都出差啊 嗯 我会跟她说你老是有生活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什么赵总 什么网友 什么揭穿 我怎么听不懂啊 小夏别管你打一声 快吃饭 来来来 吃饭 吃饭了 来来来 吃吃吃吃 吃饭喽 这菜看起来很可口 是啊 小德 你说你看上剧哪一点了呀 我 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又会做财 性格又好 我也想过明白 嗯 我想一下 我也想过明白 为什么 你们俩呀 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优点很多呀 没钱 没房 没车 这没缺点啊 但是我有一颗爱我老婆的心呢 你还有张会说甜蜜的嘴 我恨你 太肉麻了这两个人 真是 快吃这个 吃鸡 吃鸡 好好好 你说 牛郎之女 一年只能见一次 但就可以恪守爱情的承诺 不离不弃 但现代人呢 明明有QQ 电邮 微转 有手机 可以天天见面随时联系 但是恋人之间的关系 就那么脆弱 所以说 爱情不在于距离 在于心里心的感应 小夏 你再帮我一个忙 你换老豆的身份 我要再用一段子 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我还要拜托到找丹桥 你放心 我很快会把这个身份还给你 到时候 我也会和他解释清楚 好 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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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冻先生 咱明天见吧 好 明天见